109年花蓮县音乐创作工作坊以及歌谣传唱班 其中的闽南语和新著名歌谣班 两个班的结业指导老师 分别由去年花蓮新传奖得主沈亭县 以及曾经是大陆一级演员的孙克来担任 两个班别的学员目前正加紧练习 希望在成果发表的时候 分享给喜爱音乐的乡亲 由花蓮客家爱乐协会所承办的 109年花蓮县音乐工作坊及歌谣传唱班 在经过将近三个月课程 目前即将接近尾声 歌谣传唱班其中闽南语班的授歌老师 是去年花蓮新传奖得主沈亭县 沈亭县表示闽南语老歌的歌词和旋律 都有时代背景在里头 歌唱加入感情的技巧让学员们辉良多 我希望身边的人每个人都很爱唱歌 可是唱歌是需要技巧需要方法 有的人可能他很爱唱 可是他自己不知道他自己的问题在哪里 那我觉得说如果可以借由我的教学 我的一些指导 让他们每个人把歌都唱得很好 然后生活里面充满的音乐 我觉得那是很幸福的事情 所以这也是我愿意一直教唱歌的动力 我参与这个闽南语传唱班已经是第二期了 那第一期也是在这个赖老师的这个号召之下 那参加 然后第二期我觉得我们学员的进步是很明显的 那尤其那个沈老师他把他的那个歌唱的技巧 那无私的那个传承传承给大家 那最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个沈老师讲说 那个唱歌要止音代母音 曾经是大陆一级演员孙鹤 嫁来台湾已经有14年 这一次他交唱新住民班 让他感到很开心 而学员的组成是由新住民妈妈们 带着孩子一起来参加 孙鹤不长思 缠授歌唱技巧也让学员们学习起来兴致特别高 如果说我们在没有学过声乐歌唱的时候 我们可能 对比如说 哭过的眼 如果说我们没有学过他可能 这就是代表之后我用喉咙非常直白地唱出来 虽然音准没有问题 但是听出来没有那么的悦耳跟舒适 但是如果像我在唱课的时候 也会教一些感情色彩的东西加进去 再包括我们的气息啊声音啊 所以出现来的声音效果就跟刚刚是完全不一样 比如说 哭过的眼看岁月更清楚 所以到高音的时候它是一种空灵的感觉 就不会说让我们听到 怎么那么紧张 好像全部都在喉咙这样 109年歌谣传唱班闽南语新著名歌谣班两个班的成果发表会 分别定在10月18号及10月23号 而整个109年花莲縣音乐创作班及歌谣传唱班联合发表定在11月1号 详情可以恰花莲縣客家爱乐协会 借刘明圣花莲市报道